嗨 大家好 今天開始前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蠻多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畫面本身 是跟上一次我們結束的部分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我們這邊多了很多這樣子的痕跡 沒錯 因為 我後來畫到 後面相當的不滿意 旁邊的這些所謂的 肌理 肌理就是 我們畫面的凹凸 你可以想像成凹凸的痕跡 那有一些 情況是故意的 像我當然就是故意的 那有一些情況是畫的過程中 有些 藝術家們會刻意保留下來的 那比如說像這邊 這種刻意保留下來的 就是所謂的肌理 這種當然也是 有沒有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打底留下來的圓形的痕跡 那 我當然一開始有故意做一些 裂開的打底的效果 但是我後來覺得它 實在是太影響畫面了 所以我就臨時決定把它 再抹除 那當然抹完以後 它還是有凹凸的痕跡 它還不會是完全平的 所以我們在創作之後 它還是會有一些凹凸的效果 只是我不喜歡它 那麼的明顯 我希望它就是再淡一點 那你問我 現在打磨是不是整個 刻意設計的畫圖的一部分 當然不是啊 所以我其實也非常的不開心 就是 還要再去處理它們 特別是我們 一開始已經處理過一部分了 但是 我們說過嘛 這一堂課就是要全程的 讓 讓我的畫的過程 是被記錄下來的 各位可以跟著我 一點一滴的就是 完全的 就像是你正在創作這件作品一樣 你可能會遇到各種的問題 你可能會面臨到各種的狀況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剪輯 就是 完全 完全曝露出來 我創作的各種的細節 那 這是我認為很珍貴的部分 所以我就 一樣做個紀錄 然後把它 跟大家分享 我們該如何 去處理 即便你畫到一半了 但是如果你不滿意 你還是 要去處理它 那你該怎麼處理 因為你在創作的過程中 本來就會面臨到 非常非常多的 各種的問題 那 我每次畫到這邊 看到這一顆 打底的水 就是當時打底滴下來的 這一個 圓球 這個凸起 我覺得非常的不爽 所以 我剛剛打磨也忘記把它磨掉 所以我現在 要再回去把它磨掉一次 然後我們再回來開始處理畫面 但是呢 不代表說 我們把背景 先打磨過 我們要立刻處理背景 我們要再忍耐它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工作流程 就是上次我們設定好的 就是嘴巴的下半段 我們要做下巴 當然還有牙齒 牙齒的內部 就是做我們畫面中 照 鏡頭照的這個空間 那 因為做這邊 所以我們有多餘的空間 可以去做 處理旁邊的這些機理 的修復 的 的 關係 但是因為是 坐這邊我們才順道坐這裡 所以 下一次我們逐漸修復背景 下一次我們逐漸修復背景 也是一樣的邏輯喔 我們 坐這裡的時候 順便去修復這裡 坐 坐這裡的時候順便去修復這裡 所以不要刻意去做他們 因為我們有說過嘛 你要一起處理 一起處理 所以 我們是坐這裡 再去坐這裡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策略